这样只要我们每次提问 这个私人医生GPT 可以给我们最贴身的建议 这个购物助手就可以帮我 按照我的需求和预算 选择最适合我的产品 我还能让他帮我自动搜寻 现在购物网站上有没有优惠 这个GPT帮我省下的产品调研 还有比价的时间 分享一个我最近学到的 写提示词的技巧 古代的帝王 无论权力多么高 财富多么丰厚 他们都无法享受 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乐趣 比如说智能手机 互联网 而今天的AI 这些在过去 只有顶级富豪 才能享受的个人化专属服务 现在通过AI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 今天这个影片 我就来分享 如何用Custom GPT 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专属团队 首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Custom GPT Custom GPT是OpenAI 推出的自定义AI助手功能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让Custom GPT 去扮演不同的专业角色 在过去 如果你需要专业的法律建议 你可能需要花费几百美金 或者是几千美金 去咨询律师 但现在通过Custom GPT 我们可以获得 接近专业水准的服务 当然我必须要强调 这些AI助手不能完全取代真正的专业人士 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决策或者是紧急情况的时候 但对于日常的咨询建议和指导 他们已经足够强大了 那么在介绍具体怎么用这个客制化的GPT之前 首先要告诉大家 使用这个客制化GPT的功能是需要GPT Plus或以上才能使用的 也就是说需要每个月花20美元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订阅ChatGPT Plus的话呢 你可以先看这个影片 想好你会怎么使用 再决定你是不是要订阅这个服务 首先在ChatGPT界面的左边找到GPT S 然后点进去 接着在右上角点击Create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生成自定义GPT的界面 在这里有一些参数需要我们提前设置好 比如这个定制GPT的名字 介绍和具体的提示词 为了更坏的去做这个设置 我专门做了一个写定制GPT的GPT 比如只要我在这个定制GPT上打 私人医生 他就会帮我做定制这个GPT的提示词 你可以把这个GPT想象成HR 就是你想要请什么人 你就去跟这个GPT说 他就会给你准备好工作描述 建议大家提前先准备好这个提示词 然后再点击生成GPT 那么我做的这个定制的GPT 我会放到我的电子报上 大家可以点击影片描述的下方 去进入我的电子报 去获取这些提示词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复制 刚刚我们做的双引号HR 给我们的工作描述到GPT后台的设置当中 填写好描述后 在上面点击这个加号 可以直接生成一个这个GPT的头像 接着在这个Conversation Starter这边 我就模拟现实生活中医生见面会跟我们说的 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啊 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右边这里测试 比如说我打假抗 在上一期AI用法的影片 有观众关心我说 说我眼睛很凸 所以我这边就打眼睛很凸 然后看看我的这个私人医生怎么说 如果你对这个测试结果满意呢 你就可以点击右上角Create 你可以把这个GPT的链接分享给别人 也可以把这个GPT发布到GPT Store 这样全世界的人都能用到你这个定制的GPT 那么在这边我就选OnlyMe 只有我自己能用 设置好之后 我们回到GPT的主界面的左边 就能找到我们刚刚制作的私人医生GPT了 你可能会问 其实我们就算不设置这个GPT 我还是可以每次输入我的症状去问这个GPT 他也是一样会回答 为什么要专门设置一个定制的GPT呢 那么除了是可以省去的 每次都要输入提示池的时间以外 最重要的是GPT设置这里 我们可以上传一些文档资料 作为它的知识户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现实去看医生一样 医院里存有我们的病例 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传 我们自己过去的病例和用药记录 到这个定制的GPT当中 这样只要我们每次提问 这个私人医生GPT 就会根据我们的病例和用药记录 给我们最适合的建议 而不是只是在网上搜索一些信息 给你一些很大众化的建议 而是真的像我们自己的私人医生一样 可以给我们最贴身的建议 那么除了私人医生以外 亿万富翁的团队里 通常还有专属的律师团队 虽然我用GPT来协助我写这套律师团队的描述 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个 我最近学到的写提示词的技巧 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清晰的角色定位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 拥有30年职业经验的资深律师 角色背景描述的越详细 AI回答就越精准 就好像你找没人介绍对象一样 当你把理想对象条件描述的越具体 没人就越能帮你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避免双方浪费时间对吧 第二步就是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 详细说明任务的具体要求 目标受众使用场景等等的信息 这些背景资料可以帮助AI更好的理解你的真实需求 第三步是明确输出的格式和风格 比如说你希望得到的回答格式是文字呢 还是表格还是一张图表 以及语言风格 你希望得到的是正式的一点的回答还是比较调侃性的还是比较通俗的或者是比较技术性的语言风格 第四步是设置合理的约束条件 告诉AI什么该做以及什么不该做 这样就能避免得到偏离主题或者是不合适的回答 当我们按照以上的提示词的建议填写好这个专属律师团队的GPT后 我来测试一下 我已经在设置中说明了我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现在这个我的专属律师团队GPT已经知道了 我是一个电商卖家 所以他会根据我的情况给我一些建议 比如说开线上店铺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然后他就会根据我的个人实际情况给我专属的法律建议 接下来的这个GPT用法对我来说可能是最经常用到最实用的 那就是购物助手 我自己觉得每一次想买一个东西都要花很多时间去看测评 很花时间 如果有一个购物助手可以帮我做这些工作那就很好了 比如说我设置了这个购物助手GPT 每次我想买东西的时候只要我输入我想要买的东西 比如说我最近想买一个投影仪 然后这个购物助手就可以帮我按照我的需求和预算选择最适合我的产品 我还能让他帮我自动搜寻现在购物网站上有没有优惠 比如说他给我推荐的这个投影仪 我直接可以点这个链接进去看这个产品 果然是在打折 并且我用了一个com的插件可以看到历史的价格记录 发现当前的这个价格确实是这个产品发布以来的最优惠的价格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评分和评价都不错 这个GPT帮我省下了产品调研还有比价的时间 我个人觉得是我目前来说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经常需要用到的一个GPT 不过当然如果是亿万富翁的话应该就不需要这个助手吧 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那么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订阅ChurchGPT Plus 去使用定制GPT的功能 那么下面这些是我个人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记住不要输入敏感的个人资料 例如银行密码身份证号银行账户等等的个人资料 去输入到这些custom的GPT里 虽然这些GPT会标示私人 但它还是会跑在OpenAI的服务器上面的资料有可能被记录 另外如果你看到某一些GPT要求你连接你的银行账号 或者是投资平台 必须要小心 有一些GPT它是整合了外部的工具还有API 这类功能有可能会暴露你的资料给第三方的服务商 看到这些GPT要你连接银行账号或者是授权API时 一定要确认你是不是信任这个开发者 那么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呢 GPT目前是不会主动去提醒你一些重要的事项的 除非你每天主动的打开对话视窗跟它互动 不然的话呢 它是不会主动提醒你去做运动 提醒你去交税 提醒你去做一些事情的 如果你想要像Google Calendar那样的提醒功能 那你可能需要跟其他额外的工具去进行一个整合 最后要记住我们自己始终要保持一个独立思考 确GPT可以当成顾问 但不是你唯一的决策依据 那么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做电商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以下这些GPT 比如说写商品文案的做一个GPT 做市场营销的做一个GPT 精品分析做一个GPT 你要把每一个GPT都想象成你真实的员工一样 给他们不同的工作职责 不同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 我相信在未来 这些一个个的AI agent 其实就好像我们的员工一样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习 怎么去跟这些AI对话 把他们想象成你真实的员工一样 给他们反汇 那么当你训练的他越来越好 沟通越来越多他也会像真实员工一样 表现得越来越好 那么这个影片我用到的提示词 Prom我都会放到我的电子报里面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找到链接 加入我的电子报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可以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Breden布莱登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